昨天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畢業禮,一班學生穿著用黑色垃圾袋自製的畢業袍, 貼滿一身抗議的標語來贈慶,還向圖人派發寫有訴求的自製畢業證書。 由於抗議行為擾亂了學校的秩序,大學保安員立即出動,要求他們停止示威行動。 雙方爭亦沒有結果,有人多次挑釁保安,引來更多學生圍觀。 圍觀的人也起哄指罵保安員說,只懂得搞學生,X你老母。 多番勸語都沒有效,示威者和圍觀者繼續用粗言慰語叫囂。 由於這麼多人的行為有可能構成公共秩序的風險,所以學校決定報警求助。 警方到場了解情況,記錄下個人的身份證後,被他離開,沒有人被捕。 我想起,類似的場景幾天前,在深水埗都出現過。 同樣是擾亂秩序,同樣是粗口爛舌地兇一些執法者。 深水埗的狡惑仔就立即被人扣上手扣,押上警車拘捕。 但高等學府裏的爛仔就沒有人敢動他們一根毫無。 法治是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所以大學生犯法也應該與狡惑仔同罪。 同樣的行為,同樣的粗言,同樣阻礙執法,同樣擾亂秩序。 為何深水埗車房狡惑仔欲罵交通督導員和中大學生欲罵保安員的下場會不一樣呢? 從來,嚴刑重點都是最有效的阻撼。大學生不是大了,沒有免死金牌。 更何況他們的行徑根本與黑社會無疑? 香港公安條例第17B條列明,任何人在公眾地方作出圈蛙或擾亂秩序行為, 或使用恐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延遲,即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可判罰款5,000元及監禁12個月。 這條法例適用於深水埗古惑仔,也適用於大學爛仔。 沒錯,他們是爛仔,不配作為讀書人。 回想百多年前,北京三大高校三千多個學生示威遊行時舉絕的是什麼牌? 他們說,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揮取21條,抵制日課,外增主權,內除國賊。 現在又看看我們中大學生舉的是什麼牌? Cantain 好 L 貴,未畢業就乞食,合資格捨束,CUEX 沙子交易所。 一班社會公養的知識分子,連試過威都這麼低層次低水平,實在令人看顏。 教不厭,師之多,看看中大校長段崇志為畢業生送上什麼祝福, 就明白為什麼中大總是會教出一些黑學生。段崇志講話時引用名作家凱倫海勒的說話, 他說,我寧願和朋友一起在黑暗中同行,也不願意獨自行走於光明道上。 香港很黑暗嗎?段校長竟然鼓勵學生在黑暗中同行?居心何在?暗喻些什麼? 由2019年中大兵工廠內的黑暴學生,到今日校園內的黑社會行徑學生。段校長,你還嫌中大人不夠黑嗎? 什麼的帶領者就會教出什麼樣的下一代,要中大走出光明, 先要除了撐黑暴的校長,才會有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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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